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说说,移民英国真的不是很赞,买食用油都要限购 另外,阿爷大力搞新基建,撑起经济,都要说到国安基建,值得留意 近日移民英国的朋友大叹,不单是汽油价格飞升,早前进不了油,现在连食用油都不够,去超市买都要限购 我心想不是吧?但是回到英国《卫报》,发现真有其事 《卫报》在4月26日就报道,随着澳污冲突升级带来的供应危机,不单只能源价格上涨 英国食用油的价格也快速上升,担心污油食的英国民众开始团油,不少超市的食用油货架被抢购一空 为此,英国各大零售商就开始在网上网下同步,对购买食用油进行定量配给 其中连锁超市爱斯坦的规定,葵花纸油每人限买一瓶 英国跟乌克兰都是葵花纸油出口的大国,两国占全球葵花纸油产量的55% 以出口量计更加占76% 自俄网斯的月底进到乌克兰以来,该地区的出货量大幅下降 目前数百万吨外买家订购的葵花纸油快能迟到到乌克兰里 出口中断,导致不少国家的食用油供应紧张 英国受影响更甚了 因为英国卖的葵花子油 大部分都是来自沃南 根据NelsonIQ公司统计的资料 河沪充在升级之前 英国葵花子油销量 占当地食用油销量的44% 河沪自争爆发之后 英国食用油价格开始上涨 不少地区出现食用油货价 被人买空的情况 据零售研究公司 Associate的资料 自今年1月以来 英国葵花子油价格 平均涨幅超过10% 英国市场分析机构Kender的资料显示 由于担心没有油可买 英国民众开始团积食用油 至至于4月17日的3月里 英国食用油的销量增加了17% 其中葵花子油和资料的需求 增加得最大 分别增加了27%和40% 面对这个困境 英国零售商不能够不出手调控 于此就在实体店和网店 对食用油进行定量限购 此外 部份连锁超市就宣布 部份商品的成分当中 包括葵花子油 它生产的过程中 可能被蔡子油等食用油替代 比如生产薯片和薯条的英国食品製造商 就向英国政府上报 对葵花子油供应的担忧 英国食品标准局 就允许这些生产商 对产品配料中的葵花子油 进行替换 另外 英国市场分析机构Kender的统计 自到4月17日的三个月里面 英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5.9% 英国自2011年12月以来最高的水平 表明英国家庭面临生活成本急涨的危机 澳湖战争但是多种淋源和粮食危机 当中食油是其中比较严重的 有人来在4月25日 就发出中旅游出口禁令 直至阻止当地的食用油价格上升 这样做震惊了全球的食用油市场 也都令主要进口星 惊割短缺可能会出现 如今全球四大食用油 分别是中旅游 大豆油 菜籽油和葵花籽油 中旅游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植物油 要占全球食用油总量的40% 用于制造多种产品 包括饼干、人造牛油、洗衣粉和朱古力等等 印尼是最大的中旅游生产国 出口国和消费国 约占总供应量的60% 马来西亚第二大供应国 占全球供应量的25% 印尼这么出口令一出现 全球食用油价格就马上急涨了 全球中旅游产量 在2021年开始下滑 主要原因是东南亚种植园的移民劳动力减少 导致果畜採集和树木丝肥量减少 第二大豆油是产量第二高的食用油 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国 其次是美国 至于阿根廷就是大豆油最大的出口国 但由于本季大豆生长不好 以为今年的出口量将会减少 阿根廷的三月中旬 已经停止了新的大豆油和豆泊出口 第三大事用油是蔡子油 主要生产地是欧洲 加拿大和中国 2021年的干旱 令加拿大多种蔡子油减产 欧洲也遭受农作物损失 导致今年的供应减少 第四大事用油是葵花子油 主要生产国是俄罗斯和沃兰 占全球葵花子油的出口量76% 如今对欧洲断供 英国生产油品不多 但是葵花子油的消耗就极大 主要来自乌克兰自然中重招了 相信俄罗斯会保持对中国的葵花子油供应 所以未闻中国缺货 英国在俄罗战争中 高调支持乌克兰 又送钱又送军火 但打中的代价要由英国人找数 英国不鼓励乌克兰和谈 支持它打下去 到头来英国从汇油到葵花子油 都变成天价了 另外想讲讲 中国对应最近人民币和内地股市大跌的变局 开始不断出招了 继早前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力撑人民币之外 如今又大力搞基建经济 4月26日 新建中英财经委员会主任的 国家出益习近平 亲自主持中财委的会议 会后的公布有料到 会议公布的内容非常详细 特别提到要大力投资基建 会议指出中共自18大以来 在重大科技设施和基建工程 取得一批世界领先的成果 但同时必须认识到 国家的基础设施 与国家的发展和安全保障需求相比 还未适应 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对保障国家安全 畅通国内大循环 促进国内和国际商循环 扩大内需 推高发展质量 都具有重大意义 看完这个会议公布 我就觉得有几点值得留意的 第一 搞基建争议较少 如果大力放宽对楼市的管控 去推高经济 在内地争议性比较大 但是大力投资基建 就没什么很大的争议了 唯一可以挑剔的 就是会不会对财政开支影响太大 但投资基建 是滩长很多年支付的 可以适度调节的 第二 重点是投资新基建 早几年外界已经说中国是基建狂魔 不断地建桥建路建高铁 当时已经有议论说 高铁部分已经建到偏远的地区 有点浪费 也有所谓鬼车站 鬼机场的说法 当时我跟中央发改革的朋友谈 他们也都表示 传统基建都建得差不多了 特别是当高铁的投资高峰过后 中国的基建投资会开始放缓 但这次中央就提出新概念了 搞新基建 甚至跟国安有关的国安基建 《会议公布》是这么说的 要立足长远 强化基础设施发展 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生产力布局 和国家重大战略的支撑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传统基础设施水平 要适度超前 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 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 同时把握好超前建设的道 究竟会议提出搞什么新基建呢 很简单的总结就包括几项的 第一 加强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型的基础建设 将联网 保网 强练作为建设的重点 着力提升网络的效益 第二 要加强信息 科技物流等产业升级的基础设施建设 布局建设 新一代的超算 云计算 人工智能平台 宽频基础网络等设施 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布局建设 第三 要加强城市基础建设 打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推进城市群交通一体化 第四 要加强农业的农村基础建设 完善农田水利设施 以基础设施现代化 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第五 要加强国家安全 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提升 应对极端情况的能力 我自己就对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 最感兴趣 可惜的就是 会议公布 没有详细介绍 最后结论是 国家面对一个新形势 阿爷思考 会聚焦起一个 世界环境急速变化 中美斗争加剧的前提之下 考虑一个全新的布局 特别是国安基建 是一个新概念 就是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 特别在中美有冲突的时候 中国整套系统 能不能够做到 即使不完全自吸自足 都可以相对地自主运作呢 从这个角度而言 相信未来 中央还要做出大量的投资 这些投资 不会浪费 也都正好用来 资产经济发展 未来的世界 已经大不相同 我们思考问题 也都应该加入新的角度 感谢观看